姑娘 是 劳烦跟我走一趟吗 我为什么要跟你走啊 说是有位大人 要找一个短头发的姑娘 你们俩这好巧不巧的 正好剪了短发 那就劳烦跟我走一趟吗 少帅 没有金小姐 继续找 是 金玉蓉 我们之前可不由你说了算 少帅 前面干嘛车 说不定金小姐在上面 好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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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来的 俺打凤天来的 俺这小妹儿得了肝病 就说顾伦城有个大夫能医治 这不带来看看吗 知道规矩吗 这 俺这什么也得几个钱啊 没钱 没钱谁给你看一遍啊 给我走 真是什么马配什么安娜 你说什么呢 我说呀 你们两个是天作之和 你生哪门子气啊 难道你觉得你们不生 我说 吴大小姐 气多伤肝 这肝不好啊 气色就不好了 这是什么地方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跟你一样 都是被人迷晕了带进来的 迷晕了 好 有一群人贩子 专挑漂亮不能下手 闲迷晕了 关起来 再迈到本地黑窑子里去 那你可知道他们的老巢 这我哪知道啊 开门 开门 救命啊 我可告诉你 别胡老子 别胡老子 有鬼 有鬼 我是什么鬼 救人 救救你们 快让我们去救人了 救救我们 你交代下去 别让赵正南活着回来了 是 救命 正南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小心 我现在马上就要给他做手术 这 这恐怕不妥吧 我不能让你拿少帅的命开玩笑 再不做手术 他就有生命危险 请你相信我 湿血过多 需要湿血 我是欧行血 抽我的 宗长大人如此恨我 竟要对我唯一的儿子下手 我赵某人是一定要逃回来的 请宗长大人做好准备吧 开战就开战 我怕他不成 事情闹大 你这个陆军总长 我可保不住 小帅 您悠着点啊 小心伤口撑开了 就我这身子骨 铁的 我不吃 麻烦我 吃不下 比如 来 我从现在开始就进 从现在开始 我要是再抽一口 我不是孤德就去死 不认 不认你给我回来 在盘县这个地劲上 我们王家就是王法 你走 快走开啊 你叫王法是不是 真不巧了 脑子也叫王法 你长这么丑 跟我叫一个名 你叫王法是吗 你叫王法是吗 叫啊 叫王法吗 叫啊 今天怎么这么清静啊 听真姐姐说呀 今天要招待一位贵客 这位贵客他不喜喧闹 所以呀 我们就不招待其他客人了 是吗 对呀 听说还因此得罪了不少熟客呢 所以我们都特别好奇 姑娘们猜测呀 说这个客人是大帅 那看来这位贵客来头不小啊 可不是吗 金玉蓉 你竟然这样自清自荐 我真没想到 你是如此轻薄之人 今日我听说这雅斋里 有个人把整个厂子都包下来了 万万没想到 这位贵客 竟然就是你赵正南 竟然就是你赵正南 那你看啊 原来就是他呀 他就是一个包场 是啊 是啊 你跟我走 你干什么 啊 你说我自清自荐 我就是自清自荐 也轮不到你来管 更不会向你摇为起怜 既然你已经来了 那就在这雅斋里 好好享受你的少帅生活 你 金大夫 今天来的不是大帅 是少帅啊 原来少帅与这位金大夫认识 看样子两人关系不浅呢 说什么 少帅息怒 姑娘们不懂事 是 您与那位金大夫认识啊 早知如此 我们段段不会请他 来扫了您的兴致啊 你是说 他是来瞧病的 可不是吗 您若不喜 下次我们换个大夫便是 燕成 你留下跟曹勇谈事 我先走了 这 这怎么走了呀 这 曹勇 你 来 这么晚了就不要回去了 回到那漏风漏雨的偏上 你的头又该疼了 好 我想想 那 你回去想想吧 这么多年了我带你如何 你心里清楚 无需我再多说 金玉蓉她跟着你 只有吃苦受了一条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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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自欣自贱 我就是自欣自贱 也轮不到你来管 更不会像你摇尾气怜 既然你已经来了 那就在这雅斋里 好好享受你的少帅生活 赵正南 自情自贱的 明明是你自己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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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